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菲律宾驻港领事馆促请非当局彻查香港旅行团遭劫持实践 那90%的香港人对菲律宾当政府处理是很不满意的 各位好 这里是由五粮液黄金酒独家居民播出的东南卫视海峡五报 我是艾克竹 在福州向大家问好 节目开始 我们首先来关注台风的消息 据福建省气象部门发布 今年第八号热带风暴南川于8月31号23点50分 在福建省惠安县沿海登陆 登陆时中心最大风力八级 未来将沿着福建海岸线向西南方向移动 强度逐渐减弱 而第六号台风狮子山中心日前在澎湖南方海面 预计向北移动 其暴风圈已经逐渐进入了台湾的南部陆地 台气象部门在今天凌晨发布了狮子山的陆上台风警报 陆上警戒区域包括平东高雄台南嘉义云岭地区 还有澎湖金门地区 福建气象部门也预计台风狮子山将于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 在闽南至越北交界地带登陆 由于担心台风带来的雨量惊人 今天清晨高雄县市平东县已经宣布停止上课 但是上班正常 其中高雄县市的停课消息 是在今天早上接近六点半的时候才宣布的 许多家长载着小孩到学校 白跑了一趟抱怨连连 记得现在所在位就在高雄县的六规 像他们通过就能看到 其实现在雨势呢是稍缓的情况 而这个雨势从早上到目前为止呢 都还没有说下到非常的滂沱大雨的情形 而由于高雄县政府人士出在六点半的时候才临时 通知今天高雄县的部分是停止上课的状况 而在六规乡呢分别有国中国小还有高中呢 这个很多学生呢都是凌晨五点五点半呢 就骑床那么大的四轮传动的车呢 从山区来到这个六规市区要来上课 直到下门口才发现原来今天居然不用上课 让有些家长也是感到相当的错愕 要是早点宣布不要这么晚宣布 搞哪里 假如我们也六点就起来看新闻也没有看到啊 只有看到屏中线而已啊 所以刚才是麻烦的吗 当然很麻烦啊 那现在不要骂 送回去再去送回去啊 6点半还讲 要上班那我现在要路上去哪里 郑旭友赶快上课 我其实也刚好告诉我 赶快上课我来试 那么学校教官也是说他们也是临时早上六点半才收到通知 甚至就连学校的老师都不知道今天要上课 目前的六规乡呢 现在的目前山区雨市是开始在下这个小毛毛雨了 那么家长也是担心说啦 其实今天放假也好 万一如果说到了下午雨市 如果说越下越大的话 孩子下午放学或中午放学回不了家该怎么办 受到台风外围气流的影响 苗栗地区昨天下起了大雨 让一处交通快速道路路低严重塌陷 出现了长约一百米宽四米的大坑洞 工程人员紧急封闭外侧车道 加紧抢修 工程人员一边淋着雨 一边指挥水泥护栏 铺设位置 因为台风带来的这场雨 已经让旁边陆体整个坍塌 帆布挡不了雨势 让水泥筑起的陆体大面积往下滑 破损的帆布随风飘呀飘的相当危险 这个大坑洞长一百公尺 宽四公尺 面积随时可能扩大 工程人员紧急封闭路间以及外侧车道 应该是昨天晚上下好雨的干方的 不让水不要继续震下去 塌陷地区是西滨快速道路 南下一百二十一点六公里处 工程人员表示 其实七月底路面就曾经出现军裂 还下陷 当时已经封闭等待修补 但工程还没有进行 台风就暴到下起了雨 路体严重塌陷 连水泥钢筋都压垮 南下车道只剩下单一线道可以通行 但工程人员不敢大意 除了铺设水泥护栏 旁边也摆了好几个交通锥 避免发生意外 宜兰地区目前还没有列入 台风警戒区 但是在乌石港一带 昨天傍晚风大雨大 瞬间阵风达到了十级 不过风浪越大 就越是吸引到了冲浪高手 在台风来袭之前 冒险享受大浪的刺激感 好的 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在宜兰外澳 还有乌石港一带 通过镜头可以看见 现在这个时候 风是雨势不断的增强 而且天才慢慢变爱 但十多名冲浪客的身体 都浮在冲浪板上 似乎要把握时间 享受冲浪的刺激 不怕不怕 宜兰雾石港风浪越大 迎来冲浪高手现身 一波波海浪卷起来 目测至少一公尺高 冲浪好手勇往直前 冒险挑战刺激感 三个台风环似 宜兰外澳冲浪摊位 现场教学 出出冲浪板 照样营业 在海边下大雨 加上风浪 跟平常比起来 就是一片冷清清 有人心惊惊 不下海 干脆关浪 我们平常都是去下面冲浪 平常都去下面冲浪 那今天为什么改变主意 你下去冲 下去冲会怎么样 浪比较大 比较危险 它有管制的措施吗 其实还好 游客赶在暑假 最后一刻玩耍 却被台风打乱兴致 大家都往室内钻 风大到树摇晃 再往岸边看 行驶中的渔船 都已经慢慢靠岸 虽然宜兰乌石港 还没有在警戒区内 根据气象局提供的资料 平均风速已经达到六七级 阵风十级 浪高三到四公尺 小心谨慎为上 这次台湾附近海域 一下子产生了三个台风 而同样的情况 也先后在1987年 2004年 以及2006年 都出现过 并且都带来了 不小的灾情 2004年 一个扫过北台湾的 中台案例 让人模糊了视线 模糊了新竹 土厂居民回家的路 土厂部落出现土石流 15个人遭到活埋 14个人失踪 其中有三个人是检查校的远警 拉开当时的气象云图 当时有三个台风 包夹台湾 可能意外发生前 土石就已经松动 一个台风 加人撤离 三个台风 环似 家都没了 从空中俯瞰台北大汉溪 只剩左侧的一小段 隐约还能看得出来 是蓝沙坝 河床分流 硬生生的把蓝沙坝 切成三节 在资讯没有那么普及的1987年 气象专家记得 一次曾经跑出三个强烈台风 这个是有影响的 这三个都是强烈台风 有一个是直接影响 接入的台风 那个对我们造成蛮大的灾害的 一个登陆就已经要屏东造成灾情 后面还有福瑞达跟豪利三个墙台 其实三个台风并不多见 离现在最近的就是2006年 当年在18个小时内连续情成三个台风 青台爆发跟中台桑梅登陆 三台中了两个 8月9号这一天还同时发布了两个路上情报 这次的台风会不会相同的威胁系 民众在任何时间都不能答应 台风即将来临 民众立刻展开防台风大作战 各种防台风的商品销售量直线上升 如科技防水沙包 号称能够让全身不湿的羽衣 都是热销商品 台风天大雨哗啦啦的下 其实羽衣湿透透 但你有见过这种羽衣吗 羽鞋随身带 魔鬼粘 扣子 羽衣羽鞋一体成型 业者还宣称羽衣材质顶级 内层是台湾制的PVC 外层是尼龙 号称全身不湿 现在我身上穿的是一般的羽衣 我们来试试看它的防水性如何 好 我们来试试看它的防水性 它到底怎么样呢 好 我们看到呢 其实我现在身上全部都是 搭搭的连鞋子哦 也全部都是水 现在我们再来试试看 另外一个全身不湿型的羽衣 到底怎么样 我们看到这个全身不湿型的羽衣 好像真的能够防水一样 除了材质可能不一样 差别就是多了鞋套 一般羽衣大约500块 全身不湿羽衣 一件就要800块 贵了六成 但最高记录 一天还是卖出近百件 全败台风天所赐 薄薄的踏垫泡了水 却膨胀起来 原本重量0.4公斤 吸水过后最重可以吸到18公斤 台风天卖得下下叫的 还有这个科技沙包 储藏方便 但价格也贵了一倍 台风来的时候销量比较好 然后差不多150个到200个左右 台风天人人避之 唯恐不及 不过相关业者 可是借机发个台风牌 好的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广告之后 下午报回来 我们继续新闻 11万香港市民的联署签名 递交至菲律宾驻港领事馆 速请非当局 彻查香港旅行团遭劫持实践 那90%的香港人 对菲律宾当政府 这个处理是很不满意的 台北市议员报 捷运战惊魂记 一男子搭手扶梯时 铁条水泥块 污存天降 险些杂重 难得后脑勺 水泥块 又是铁虫天国降 台湾演艺圈 善心榜公布 小S学习币 十年资助 三十名儿童 荣登榜首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五报 8月31号下午 香港民舰联 带着11万香港市民的签名 递交到菲律宾驻港领事馆 要求菲律宾当局 彻查香港旅行团 马尼拉遭劫持事件 并向遇害8名港人家属 做出赔偿 8月31号 在菲律宾驻港领事馆门外 香港民舰联 向领事馆代表 递交了11万香港市民的签名 转达了香港市民 对菲律宾警方 对香港人 这拯救不利的抗议和愤慨 并且要求菲律宾政府 彻查事件 公布真相 追究责任 做出赔偿 我们做过一个调查 发现90%的香港人 对菲律宾当政府 这个处理 是很不满意的 为了大家有个机会 是表达意见了 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个签名 据了解 香港警方调查组 目前在菲律宾 已经完成了 对案发的旅游巴士的搜证工作 稍后会带回香港分析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台湾 日前山县 新生高架桥 花架争议困扰的台北市长郝龙斌 昨天晚上青上岛内 争论节目 并且接受民众 考验 郝龙斌不像十几次公开向民众 跟市府同仁道歉 但是他强调 自己绝对没有贪污 并表示 如果自己有失职 或者是操守有问题 就会辞职下台 绿营不仅对新生高架桥 花架争议紧追不放 还爆料台北市捷运站的天花板暗藏危机 要郝龙斌为市政疏失负责 市议员总直询播放这段捷运电斧梯的五声影片 市长郝龙斌正在纳闷到底要看什么 下一秒出现生死一瞬间 连市长都忍不住发出惊呼声 慢动作再看一次 超过四公尺的铁条和大小水泥块 无预警的从天而降 就差零点一秒 砸中这名搭电斧梯的男子 男子腿软落荒而逃 其他路过的民众全傻了眼 捷运站的人员赶紧跑来 也搞不清状况 这次发生在7月1号的中校新生站2号出口 当时正好是中午12点 来往人潮众多 议员还惊爆 意外不止一桩 同样的 也在7月1号 下午1点45分 也就是一个小时 44分以后 再发生在板桥站 水泥块又是铁从天而降 车站的出口的部分先做检查 检查完以后 再对其余的所有车站 也做全面性的检查 那这个秘密在哪里 都没有再发现这种 加上先前7月4号 中校复兴站也发生过广告调价砸落 正当新生高花价争议 让外界质疑好是否螺丝松了 没想到捷运的天花板却接连真实上演 松动惊魂记 进入9月份 中小学生们都结束假期开学了 但是在台湾 有许多家庭贫困的小朋友 其实是要依靠 善心人士的资助 才能顺利上学的 台湾一个机构 日前就公布了一份 台湾演艺圈 任养儿童的排行榜 小S徐希蒂 10年资助了30个儿童 荣登艺人善心榜的第一名 四年前和自己任养孩童 见面又亲又抱 那时刚生完许俏妞的小S 充满母爱 私底下也把这份爱 透过晶圆 分享给台湾其他小朋友 统计发现 小S从2001年开始任养平童 到现在已经任养了30个小孩 荣登艺人任养房子 我看到他们的时候 内心觉得很感动 觉得就是还蛮想要 那个来个几滴眼泪 其实我想说 他们看到我那么开心 其他像是王力宏 康康以及育友义子的艺人 李明依 也都任养超过10个小朋友 这些艺人通通堪称 是圈内的任养大户 而时间最长的就属哈林 从1993年开始 连续17年资助平童 任养31位小孩 其中18个小朋友 都已经成年 除了主动资助平童 歌坛天后张惠妹 还以阿弥特的名字 成立奖学金专户 提供高中以上学生就学 演艺群艺人 纷纷响应公益 就是希望以公众人物的身份 发挥抛砖引玉的功能 下面我们来连线台北演播室的 台湾时事评论员 李建南先生 李先生您好 您正怎么评价 台湾艺人们 任养资助贫困儿童的行为呢 那么任养贫图呢 它是在台湾就是一个经验 就是帮助一些贫穷的儿童呢 他在过去就一个就是寄养家庭 那在寄养家庭跟捐钱 那觉得说有时候寄养家庭 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到的 那么呢 光是捐钱又好像对孩子来讲 除了钱以外少了一份关心 所以后来呢 他就建立了一个叫任养制度 就任养制度 说你除了监狱钱的话 那另外你跟这个孩子呢 就建立了一个就是说任养的这个亲子关系 所以这是一个制度 那么这个制度呢 在台湾呢 就行之有年 那大概呢 很多人 其实呢 默默有很多人都在 但据我了解呢 在这个工作很多人 他是不愿意 他是不会讲出来的 为什么不会讲出来 因为这个都考虑到 就是说被任养孩童 他的心情 所以有的时候只会说 公布一个总数 不会明显 当然呢 有的呢 很特殊呢 被任养的孩子 他也愿意公开 那这个时候呢 才会有一点这个公开 那至于台湾的艺人呢 但是艺人做这些好事呢 对我们来讲 总比去赌博了 去嫖妓 做坏事要好 艺人做这个工作 那艺人是个公众人物 他如果能有一点带头的作用呢 那么这个呢 未尝不是一个好事 那但是我希望呢 这些艺人呢 能合乎呢 整个这个任养制度的精神 那台湾人呢 也会用眼光呢 去检视这些艺人 第一个呢 就是说你是不是用心 不是只是花钱 你还有用心 你有没有在保护这个小孩 第二个呢 你有没有真正在关心这个小孩 你任养了三十个小孩 你怎么跟他沟通 你假如说一个人一学起 写一封信 那你有写过这封信吗 那有给小孩过鼓励吗 所以任养呢 是一个很 是一个需要 大家的很用心 而且呢 要去请教专业的一个活动 不是随便弄几个就叫任养 另外您认为 台湾艺人的这些善举 与台湾普通民众参与慈善事业的行为之间 又有着怎样的互动效应呢 其实对一个社会来讲呢 就是说一个艺人 你表现一个爱心的活动 然后你表现关心这个社会 那社会呢 做一些善事 或者是一些企业家呢 做慈善呢 对这个社会 当然呢 它都有一个正面的一个效应 不过呢 一个政府呢 最重要的是 不能靠人民的爱心 不能靠呢 这个社团呢 做善事 你自己呢 要有完全的一个政治制度 大家知道 庄子呢 曾经讲过一个相濡以沫 他说呢 看到这个 这个鱼池里面 那个鱼呢 没有水了 没有水 就有两个鱼呢 这个吐口水呢 吐到那只鱼的身上 那个吐口水 到这个鱼的身上 都避免呢 对方呢 因为干死 渴死 他说 看起来让人好感动 他们好有爱心 他说 但是请问你 政府 你为什么不把水灌满 为什么要让鱼 走到这样的地步 所以他以这个就比较 就是说 你不能光寄托一个爱心 你政府要一个政策 要一个政策 让这个鱼根本就不缺水 所以呢 我个人认为呢 就是说 政府关心这个贫穷 关心弱势呢 是他责无旁贷的 主要任务 那么民间呢 还只是配合了一个角色 好的 谢谢李先生在线 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广告之后 哈侠五报回来 我们继续新闻 台湾36岁女教师 狂恋15岁 初中生 遭到家长 控告性侵 被判刑八个月 台北模特选秀 总决赛 夺人眼球 选手平均身高 1米76 创历年新高 下期内容 稍后为您送上 这里是东南卫视 哈侠五报 在台北市某小学任教的 36岁刘姓女老师 和她曾经交过的 15岁男学生相恋 两个人相恋一年后 被男同学的母亲 发现暧昧短信 才知道两个人 已经发生过亲密关系 面对学生家长的指控 女老师不但没有回忆 居然还说 不会和男学生分手 最终她得到的处罚 是八个月的有期徒刑 中学女老师 和15岁男学生相恋 这样的电影情节 现在出现台湾版 女主角是曾经在台北市 某间小学任教的 刘姓女老师 和她曾经交过的 未成年男学生 陷入热恋 密切来往那时候 一清理大概是两三 就是两三天会碰面 那时候可能暑假吧 放假期间有空 那当时我听到都是打球 打球这样子 女老师是男学生的 科任老师 一直到去年 男学生毕业 两人进一步交往 今年四月份 男学生的母亲 发现有暧昧的简讯 追问之下 才揭开了这起失声恋 而两人早在二月份 就有亲密关系 学校强调 从头到尾都不知情 不过在四月份 事情爆发后 就立刻展开调查 所以我们就根据调查结果 就报价为止 我们是先做停聘 学生家长控告老师 妨害性自主 没有想到老师应讯的时候 向法官表明 不会违背对男学生的承诺 两个人不会分手 而男学生也说是 自愿和老师发生关系 法官考量他的工作 以及身孕 判女老师八个月 有期徒刑 但是检察官不服 认为女老师没有回忆 不排除再提起上诉 看来她认真教学的模样 恐怕得因此被迫暂停 我们再带您来看一场 在台北举办的 模特选秀大赛 日前台北模特选秀 举行总决赛 要从20位参赛者当中 选出一位冠军 今年所有的参赛者 都必须穿上泳装 来回答问题 还要激进表演 据了解 今年来角逐的选手们 平均年龄只有17岁 但是平均身高 却达到了1米76 这也创下了第一年新高 穿上清凉泳装 大秀好身材 model们使出浑身 解数摆pose 还得当场来个即兴表演 你就来个 贵妇名媛 召集成车 一 毫不确掌 模特选大赛 进入最后关卡 要从20名参赛者当中 选出唯一的第一名 不管外面发生什么 你要有一个永恒的虚心 跟决心 才能接受 我们的训练 魔鬼班的训练 才能发光发热 所有参赛者 平均年龄只有17岁 平均身高176公分 创下模特选秀大赛中的 历年新高 显示这些年轻女孩 营养越来越好 这个吧 我觉得她突然出现 惊恐的表情 我知道我停水 经过层层关卡 过关斩将 向圆梦成为签约model出道 从大伙认真的表情看来 竞争果然激烈 你怕嘴哦 好的 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我是阿科竹 在福州感谢各位的收看 祝您顺心如意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